广泰看到云林县口湖乡最具规模的智洪池 最近疑似是天气太热了 民众发现湖面浮出大量的死鱼 那在太阳的曝吹一下充斥着鱼臭味 两个星期来哦 这个死鱼的数量大概是有上千只 环保局到场来查验 研判可能是水质优氧化所导致 沿着智洪池的岸边一整排放眼望去 数十只的死鱼 湿木鱼 无锅鱼全都翻肚 赤洪池周边也能看到灵芯的死鱼 远远就能闻到腥臭味 当地民众表示最近两个星期 鱼致死亡的情形严重 湖面都飘满鱼湿 根本不敢到附近散步 口湖清洁队说光是一天就有三百只 为了避免影响居民的环境 已经陆续打捞上岸 究竟什么原因导致鱼群大量死亡 初步怀疑可能是因为智洪池 群鸟栖息大量的排泄物 让水质太营养所导致 那个土地太肥了 那个水质又低 然后天气又热 就所谓的优氧化 优氧化 因为那下面太热了 环保局机察小组到现场勘验发现 整片智洪池已经呈现绿色 明显优氧化 加上最近天气炎热湖面静止 已经通报水利处抽样检验 不过水质优氧化 需注入活水才能改善 期盼这几天能下雨 否则不排除采取抽水 助薪水挽救鱼群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